大家好,我是木小五 咱们很多朋友在家里面做韭菜馅的时候呢 总避免不了会出水 出水之后呢,咱们包制的速度就会变慢 而且煮出来非常容易破 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能够让饺子馅不容易出水 饺子皮吃起来更劲道 煮的时候呢,也不容易煮破呢 其实方法是有的 今天跟大家分享几个面点汁常用的小方法 教你把饺子做得更好吃 做水饺用的面粉也是中筋粉 在面粉里加入少许的食盐 让面生筋 再来一点白糖增加它的韧性 拌匀之后,加水 这里大家要注意一下 咱们撑过的水也好,没撑过的水也好 倒的时候一定要慢一点倒 最初倒的时候要稍微留一点 这样操作的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做到三光 最后剩着一点面 咱们再加入一点水 给它搅拌匀 这样呢,咱们就更容易做到三光 剥饺子面加水量 每百克是四十五克水就好了 根据不同的面粉吸水性 咱们要随时进行调整 所以说咱们最好是分次加水 这样能够精确地掌握它的硬度 咱们做出来的水饺呢 也会更有劲道韧性 和饺子面要稍微硬一点 不要太软 如果说太软的面 咱们包好之后 它稍微松弛一下 就会变得很粘 煮的时候呢 也会把它煮得不够饱满 扁扁的那种样子 再一个咱们在和饺子面的时候 稍微加上一点糖或者是食盐 这样能够让面更有弹性 而且呢 有一定的筋骨 让它们之间联合得更加紧密 这样咱们包出来的饺子呢 它就不容易变形 煮的时候呢 也不容易煮破 用韭菜做馅 是很多新手朋友 望而却步的一个馅料 因为它容易出水 稍微处理不好的话 包到最后很容易包不掩口 而且咱们煮出来 就像一锅粥一样 咱们在切韭菜的时候 就要开始做准备 切的时候不需要切得太小 也不能切得太大 切得太大会把面皮割破 所以说咱们切的时候呢 稍微注意一下 切好的韭菜放在盆里之后 咱们要准备一些玉米淀粉 或者是小麦淀粉 直接在韭菜里面加上小麦淀粉 让它起到一个干燥的作用 咱们拌好之后 它就没有水分再浮在表面 然后再加上鸡精 胃精 直接给它简单的调一下胃 搅拌均匀 放在旁边 这样它就不会出水 饺子面刚刚和好的时候 可能会有一点硬 咱们松弛15分钟之后呢 再次揉面就会比较容易揉得光滑 揉光之后直接分成小条 这样咱们搓的时候更省力 也会更加方便 搓面的时候 用力要均匀 这样咱们搓的大小一致 揪出来的剂子也会比较均匀 剂子的大小呢 一般在10克左右 咱们不需要弄得太大 架好的面剂子 用干粉给它裹一下 这样呢 它不容易互相捏脸 咱们后面操作呢 也会更加的方便 因为咱们很多朋友呢 不注意这个 都长到一块去了 等炒好的鸡蛋彻底晾凉之后 咱们再把鸡蛋放到韭菜里 搅拌一下 搅拌一下呢 咱们再进行调味 调味只放盐就可以了 这一步呢 比较关键 放盐的量 大家要掌握好 不要过咸 至于口味方面 大家根据自己的口味来调就行了 这里没有什么特别要说的 主要咱们把鸡蛋炒过之后 晾凉这一步 一定要操作 如果说热的放进去 它会加速韭菜出水 用韭菜做饺子馅 咱们需要注意三个小方面 第一个方面 咱们在洗韭菜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洗完之后 把所有的水分给它沥干 沥干所有的外部水分 这样也能减少它出水的几率 第二点 咱们在切韭菜的时候呢 不要切得太小 也不要切得太大 如果说切得太小 咱们这样呢 就相当于给它榨汁了 它呢 也会加速出水 第三点 咱们在切好的韭菜里 稍微给它放上一点淀粉 玉米淀粉也好 小麦淀粉也好 咱们给它放上一部分淀粉 咱们给它抓拌一下 就相当于给它涂了一层爽生粉 让它表面变得比较干燥 这样也能延缓它的出水速度 如果说咱们在包制的时候速度稍微快一点 这样它呢 出水的时间就会变小 而且呢 我们包制的时候会更加顺利 记好这三点 咱们在做韭菜线的时候呢 基本上就不怎么会出水 除非咱们在包制的时候 速度非常的慢 它又会出一点水 这是避免不了的 再有一点就是容易破的问题 咱们这里呢 擀皮一定要注意 用力要均匀 不要擀得太薄 也不要太厚 包饺子的时候 大家也要注意啊 按压的时候 不要用力过猛 因为韭菜呢 它稍微有点硬的 按下去容易把皮顶破 所以说咱们包的时候 这里要稍微注意一下 在这包制的时候呢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手势来包 怎样包出来 方便就怎样去包 这就是咱们做好的饺子 表面没有一点点水分渗出 而且咱们在煮的时候呢 韭菜线一定要注意 煮的时候 它很快就会成熟 咱们等饺子全部飘起来 再煮个三五分钟就可以了 在推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用圆的部位去推 这样呢也不容易煮破 还有一些朋友做的饺子呢 它煮出来之后 变得特别扁 主要原因呢 就是因为咱们的面 活得太软导致的 再一个呢 就是煮水饺容易破 这个问题呢 其实原因很简单 第一个呢 是咱们活的面太软 第二就是咱们擀的饺子皮 厚薄不均匀 或者是太薄 第三就是咱们在 做馅的时候呢 颗粒比较大 把面皮呢容易各破 只要咱们把这些小的地方注意一下 咱们在煮水饺的时候 不要刻意的去把它弄破 它基本上煮出来 就是比较完整 而且呢 煮出来之后 面汤也就比较清澈 用韭菜先做水饺 咱们只要注意上面这些内容 基本上咱们在家里面 做出来的水饺呢 都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 如果说您还有关于这方面不太懂的地方 可以留言告诉我 好了 咱们今天的视频内容呢 就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 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 再见